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谓条件概率 大家是想象一下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一个时间它的发生或者不发生 有些情况之下 可能对另外一个时间的发生 就会有些影响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刚刚我们口袋里面装了六个球 有四个白的 有两个红的 其实我们就有一种情况 就是不放回 就是我先抓一个球 抓好了以后呢 我就不放进去了 那我要告诉你们大家 你第一个球取的是什么颜色 那么对第二个球 对第二次取某一种球的可能性 就有影响 我举个例子 如果你比如讲 我现在告诉大家 我现在就举个例子 比如说口袋里面有六个球 其中有四个白的 有两个红的 现在我就告诉大家 不放回 这个时候我就告诉大家 我送过A 是表示第一个 取白球 B 表示第二次取红球 大家记清楚了 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你们大家 看看这个 它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说 已经知道第一次抓那个白球 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啊 这个表示是A发生的前提之下 B发生的概率 一定要搞清楚是A已经发生了 A已经发生了 这个地方一定要搞清楚 有人说老师跟另外一个 一样不一样 是第一次取白 而且第二次取红球的概率 一样不一样 绝对不一样 我就告诉大家 第一次取 所以你比如说 我在草稿纸上 我写一下 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比如讲我举个例子 我说C 是第一次取白 第二次红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C这个时间是表示第一次取白球 而第二次取红球 我现在就问你 你第一次一定不一定取白球 不一定 他只是问你 你第一次取个白球 第二次取个红球 有多少可能性啊 他并不代表第一次取了个白球 并不代表第二次就取了个红球 不一定 所以这个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帮我看一看 第二次取红球 第二次取红球 口袋里面就剩下五个球了 五个球里面有多少红球了 还是两个 所以是五分之二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的是 C表示第一次白球第二次红球 第一次一定不一定取的白球 不一定 第二次一定不一定取红球 不一定 我只是问你 你第一次抓个白球 第二次抓个红球 有多少可能性啊 并不代表人家就抓到了 而这一个 它不一样了 这一个是怎么回事啊 是A发生的条件下 B发生的概率 实际上就表示 第一次抓了一个白球 已经确认了 已知了 我第一次已经 实实在在抓了个白球了 这个时候 第二次取红球的概率 那么我就告诉大家 你们大家看嘛 这个时候我问你 此时此刻 可在里面撑下几个球 五个 里面有多少个红球 两个 所以这个地方 实际上是五分之二 如果已经知道 第一次抓了个白球 那我跟你讲 可在里面撑下五个球了 几个红的 两个 那就是五分之二 现在我就请你们大家 算一算 PB PB 这个 不着急啊 不是PB啊 我们看一看 我们算一下PB 我就问大家PB PB什么意思 就第一次去白球 管不管第二次了 不管第二次 就第一次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六分之二 六分之四 对了 那么紧接着 我再问问大家 PAB 大家听听说PAB 我告诉大家 AB都不一定是铁的事实 就是问题是 而且B发生 就是A发生 而且B发生 AB同时发生 可能性有多大 什么叫AB同时发生 就是刚刚讲的 那个C啊 第一次去白球 而且第二次去红球 有多大可能啊 哦 六分之四 乘以五分之二 你竟然发现一个事实 就是A发生的条件下 B发生的改革 竟然等于PAB 除以PAB 大家看懂不懂 对不对 PAB除以PAB 六分之四 约掉了 就是五分之二 是不是啊 所以实际上我们就讲 这就是所谓的条件改革 我再说一下 像算PAB的时候 是第一次去白球 而且第二次去红球的概率 一定不一定第一次去白 一定不一定第二次去红 不一定 不一定 我只是算可能 概率有多少 但是这个地方请大家听清楚 A发生的条件下 B发生的概率是什么意思 就是A已经发生了 A不是说不一定了 是已经发生了 是个事实 这个时候看看B的概率 这就是所谓的条件改革 所以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定义 什么叫条件改革 条件改革 AB为事件 AB是两个随之事件 另外 A的概率还大于零 那么我就告诉大家 P 就是A发生的条件下 B发生的概率 它对于什么呢 它对于什么呢 所以基本上就等于P'B 除以P'B 这个公式就称为 A发生的条件下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条件改革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条件改革 条件改革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跟大家讲 这个地方有几个东西 其实没有多大意思 没有多大意思 我说明一下 我说明一下 条件改革 我们说明一下 这是第一个啊 叫条件改革的定义 它是这样这个地方 只是讲的比较零散 我后面呢 我会做一个中和 然后呢 我再做一个补充 就可以了 那么第一个呢 是条件改革的定义 那么紧随之后呢 下面我们就讲一些诸解 第一个诸解 大家知足 我们大家应该听说一个叫做减法公式 现在我们要给大家一个叫条件减法公式 对吧 你教权上自然讲 我就跟你讲清楚一点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这种教权让大家听起来 看起来以后都很难受啊 对不对 怎么这个教权怎么这么写 对吧 所以我就告诉大家 我们已经学过减法公式 就是A减去B的概率 等于A的概率减去AB的概率 现在这个叫什么 叫条件减法公式 实际上大家知道 本来大家应该知道叫A的概率 减去AB的概率 这个大家都学过的 叫减法公式吧 条件减法公式是什么 哎呀 这价格 条件 一样的 等于大家都这个条件就是了 第二个呢 我要说明的是 比如说加法公式 我们大家都知道 是A的概率 加上B的概率 再减去AB的概率 但是现在呢 它给了一个叫条件减法公式 就是A发生的条件下 A跟B这两个事情和发生的概率 那么实际上一个叫条件减法公式 大家也是同时带个条件就可以了 其他的公式 以此类推 比如说补概率的公式 是等于A减去P 如果加一个条件 叫条件补概率的公式 实际上大家也加个条件就行了 这个叫条件补概率的公式 仅此而已 行了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条件概率 一个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另外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 一定要听清楚 是A这个事件不是有可能发生 是A这个事件一定已经发生了 那这个时候的B发生的概率 才称为条件概率 它的计算公式呢 就是ABG的概率 除以A的概率 好 好 小 点аешь 谢谢观看